你好,欢迎来到第十一课室的学习 本节课讲解第三个分类算法,朴素贝耶斯 我依然以一个例子开头,带领你进入朴素贝耶斯算法的世界 通过算法原理,算法优缺点,带你算一算是否要买航空盐物显 最后我们再来动手写一下代码,看看如何使用朴素贝耶斯来进行分类 最近看到一则新闻,王女士从2015年开始 凭借自己对航班和天气的分析 成功地购买了大约900次飞机延误险,并获得延误赔偿 累计获得保险理费金额高达300多万元 那么她是怎么决定要买延误险的呢 其实航班延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天气变化 包括起飞地及降落地的天气 除此之外,也有机场和航空公司的原因 假设这些原因之间并没有互相影响 每一项对于飞机最终是否延误的影响都是独立的 王女士及其过去的数据 就可以计算出每一个条件与飞机延误的概率 比如在总体上延误的概率为20% 不延误的概率为80% 在飞机延误的情况下,起飞地天气等于晴天的概率为20%,降落地天气等于雨天的概率为40%,机场等于首都机场的概率为35%,航空公司等于南方航空的概率为5% 在不延误的情况下,这些属性的概率分别为60%,55%,45%和55% 那么这个时候,有一架南方航空公司的航班从北京飞往上海 北京天气是晴天,上海天气是雨天 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上面的概率算出来不延误的综合概率 即80%乘以60%乘以55%再乘以45%再乘以55% 延误的综合概率即是剩下的这些概率相乘所得的结果 从这个结果看来,不延误的可能性要高于延误的可能性 所以这次不需要买延误仙 上面的这个例子,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算法 普苏贝耶斯分类器的思路 贝耶斯这个名字你应该很熟悉 这简直就是概率论的鼻祖 所以我们这个算法的原理也跟概率论脱不开干系 考虑我们分类所用到的特征和分类结果 普苏贝耶斯有一个前提假设 那就是所有的条件对结果都是独立发生作用的 就像我们上面预测是否要买延误仙一样 起飞地的天气不会对降落地的天气有影响 同时起飞地和降落地的天气以及所造成的延误问题 不会比它们单独发生时有任何区别 所以根据这个思想出现了普苏贝耶斯概率公式 就如下面所表示的这样 这个公式看不懂没有关系 我把它转换成我们的属性和分类再来看一下 就如下面这个公式 在某些属性已知的情况下 获得某个分类的概率就等于在已知分类的情况下 某个属性的概率乘以分类的概率再除以属性的概率 具体到我们的例子上 就是下面这一长串的一个概率公式 我们需要获得的是左侧的结果 而右侧就是基于已有的样本数据可以计算出来的 根据上面提到的普苏贝耶斯假设 最重要的就是下面这个转换 于是根据已经有的数据 我们可以计算出每一个特征对最终结果的概率情况 比如有100条数据 结果延误的有20条 不延误的有80条 在延误的20条中 起飞地等于晴天的有4条 那么在已知延误的情况下 起飞地是晴天的概率为20% 在不延误的80条数据中 起飞地等于晴天的有48条 那么在已知不延误的情况下 起飞地是晴天的概率为60% 根据这个方法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我们所需要的概率值 就像上面的例子中那样 预测购买延误显的例子中 使用的都是离散值 那么对于连续值该怎么处理呢 假设我们新增一个特征 机票的价格 这时机票价格是一个连续值 我们可以假设机票这个特征 服从正在分布 通过样本计算出机票价格 对应每一个分类的均值和方差 再根据比如说密度函数 计算出新数据均值的距离 从而获得一个概率值 关于这一块的处理细节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再查一些详细的讲解 对于离散值 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如果某一个属性值 比如说航空公司等于西藏航空 由于数据比较少 在分类等于延误的类别下 从来没有出现过 那么按照上面的方法 不管其他特征如何 航空公司等于西藏航空 延误的概率为零 所用到的这个结果都会是零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 数据准备环节的方法 称为平滑 这时我们可以想到 一个简单的平滑方案 那就是在分子分母中 同时加上一个较小的值 来防止出现分子 或分母为零的情况 除了我说的这种简编方法外 还有常用的拉布拉斯修正 古德图灵估计法 Ks等平滑的方法 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已经清楚了算法的基本原理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普苏贝耶斯算法有什么优缺点 普苏贝耶斯的优点 有这样几个 第一个是它的逻辑很清晰 很简单 逸于实现 适合大规模的数据 根据算法的原理 只要我们把样本中 所有属性相关的概率值都计算出来 然后分为别类的存储好 就获得了我们的普苏贝耶斯模型 它的运算开销也比较小 根据上一条我们可以知道 所有预测需要用到的概率都已经准备好 当新数据来了之后 只需要获取对应的概率值 并进行简单的运算 就能获得结果 同时它对于造声点和无关属性 比较健壮 造声点和无关属性 对算法的影响较小 比如说在很多邮件服务中 仍然一直沿用这个方法 来进行垃圾邮件过滤 它的预测过程很快 由于所需要用到的属性 相关概率都已经计算出来 在新数据到来需要预测的时候 只需要把对应的概率值起出来 进行计算就可以获得结果 所用到的时间和空间都很小 而它的缺点 由于做了各个属性之间是独立的这个假设 也暴露了这个算法的一个缺点 因为在实际的应用中 属性之间完全独立的情况是很少出现的 如果属性相关度较大 那么分类的效果就会变差 所以在具体应用的时候 要好好考虑特征之间的相互独立性 再决定是否要使用该算法 比如维度太多的数据可能就不太适合 因为在维度很多的情况下 不同的维度之间越有可能存在联合的情况 而不是相互独立的 那么模型的效果就会变差 通过案例 我们了解了算法的原理及其微缺点 下面来动动手指 尝试使用BS算法来解决问题吧 本节的代码主要调整的部分 是引入的算法模块 其他部分在前面的时间中都已经写过 你实现起来应该已经轻车熟路 在模型引入模块 这里我们使用了高斯分布型的普苏贝耶斯 剩下的部分基本上在前面都已经重复过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的输出结果 可以看到这次仍然是第二个没有预测正确 模型的准确率为90% 这次的代码实践没有增加太多新的内容 你写起来应该非常轻松 在实际的研究中 也有不少基于普苏贝耶斯算法发展出来的新方法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普苏贝耶斯的扩展内容 前面我们讲到 普苏贝耶斯是基于属性之间的独立性假设进行构建的 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 这种假设存在一定的局限 为了打破这些局限 于是衍生出了一些方法 下面我列举两个 第一个是半普苏贝耶斯 ODE 为了解决普苏贝耶斯中属性独立性假设 在实际生活中不太适用的问题 新的研究方案尝试建立一些属性间的联系 假定属性有一定的相关性 从而产生的算法成为半普苏贝耶斯方法 这里说的ODE 是其中的一种 在ODE中 假设每个属性最多依赖一个其他的属性 这样就修正了一些有依赖的情况 同时又没有增加太多的计算复杂性 还有一种是AODE AODE其实就是一种集成学习的方法 在ODE的基础上 使用了Baggin集成学习的思路 训练了多个模型 其中每个模型都设置一种属性 作为其他所有属性的关联属性 最后使用这多个模型的结果平均数值 作为最终的结果 讲到这里 我们这一课时的内容又要结束了 不知道你是否意犹未尽 我在这节课里讲解的 朴素Bs方法是一个非常简洁的算法 只需要进行比较简单的数学计算 就可以获得我们所要的结果 在开头我列举了一个 关于计算是否要买盐物显的例子 那么通过这一节的学习 你下次买机票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算一算 自己是不是要买盐物显了 这节课的动手实践部分比较简单 希望能够加深你的动手能力 下一节我们将学习一个新的分类算法 知识相量机 下次课再见